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居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关键少数这部电影 非议女主角凯瑟琳是一位热爱数学的天才数学家 她和两个朋友分别是充满领导风范 想当主管的主管女 跟精通工程想当工程师的工程女 一起在主角国的太空总署上班 她们的工作内容是当计算员 负责计算飞机黑盒子里的各种资讯 但这个年代,非议员在主角国里饱受歧视 尤其是女性更被人瞧不起 所以女主角等非议员都只能使用 有色人种专用厕所,专用饭厅等等 那太空总署目前正努力研究各种能前往太空的设备 像是火箭啊,防护网啊,太空舱等等 因为主角国现在正在和死对头敌人国进行太空竞赛 对方已经成功将火箭和太空人射出去 甚至都环绕地球了 主角国却连火箭都射不出去 因此负责这项任务的主管老大男 为了向政府有个交代 便告诉助理需要找更多人才来帮忙 他还买了最新款电脑 想用来计算各种数据 也因上述太空竞赛的关系 计算能力强大的女主角 就被派到老大男管理的太空部当计算员 帮忙验算火箭飞行轨道 降落经纬度是否正确等等 不过在这工作的 都是歧视非裔女性的男人 所以他在工作时 总是被人摆臭脸 交给他的资料 还会先用黑笔图过一遍 避免他看到机密内容 连喝个咖啡都会被人白眼 只因为他用了公用的咖啡壶 在这栋大楼里 甚至没有他能上的厕所 必须要到他原本工作的大楼 才有厕所能上 但认真的女主角 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就放弃工作 每天还是认真的工作到深夜 可是某天 女主角像往常一样去上厕所 却倒霉碰到下雨淋成落汤机 回到问公室时 还被老大男则骂说 我发现你上班时 常常不见踪影 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女主角一听 压抑已久的情绪立刻爆发出来 他回答道 因为这里没有我能上的厕所 每次上厕所都要跑到两公里外的 有色人种专用厕所 就连要压食都必须坐紧时间工作 可是我这么认真 却连喝个咖啡都被人白眼 是要我怎么好好工作 难道我人基本人全都没有吗 说完后 女主角就气得转身离开了 没想到的是 老大男没有歧视他会不屑什么的 反而在隔天一早上班时 跑到有色人种厕所外 把上面的告示牌敲掉 并告诉员工说 在太空总数里 人人平等 想上哪间厕所就上哪间 尿尿是不分种族的 女主角见状 大受感动 这无疑是非议女性权利的进步啊 之后女主角继续努力工作 同事们也慢慢改变对她的态度 不再歧视她 另一边 主管女发现新电脑的计算能力 以后一定会取代人工计算 如果不提升能力 将来一定会失业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 她开始学习各种电脑相关知识 并在上班空档 教会其他同事这些知识 没多久后 她就因为电脑部门的人力需求 被提拔去当主管 还顺利地带着同事们一起转职 而工程女因为她的工程实力 被找去参加设计太空舱 她也每天都到夜校上课 努力取得学历 好申请工程师职位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 太空总数终于成功 把太空人送到太空去了 但因为是第一次 难免有些状况 像速度及降落地点计算错误 导致太空舱没能进入地球轨道 降落后也无法及时回收等等 于是为了下一次 能顺利完成太空舱 进入轨道的任务 女主角开始拼命计算各种数据 像是质量 重量 速度 时间等等 麻烦的是 老大男常常在开会时 需要临时更改数据 导致她计算出来的结果 都因为数据的更新 无法使用 结果浪费了一堆时间 因此女主角为了更有效率 就拜托老大男让自己参加装备数据讨论会议 这样才能得到及时的资讯 算出最新的结果 老大男想了想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便答应带他前往 只是开这个会议的人 同样也歧视非裔女性 所以他要女主角安静别乱讲话 到了会议上 其他参与人士便询问老大男一些相关资料 像是时速跟降落经纬度等等 但没想到 老大男带着助手竟然一个都答不出来 好险女主角见情况不妙 立刻说出答案 再算出经纬度给大家看 替老大男及自己扳回颜面 证明了能力是不分种族的 此局也让要参与这次任务的太空人 太空男对他印象深刻 事后老大男也明白女主角的实力 开始将更多艰难的问题交给他处理 女主角也不负期望的解决各种难题 没多久后 太空总署就准备送太空男上太空 可是这时 老大男却发现 部分用电脑计算的数据有问题 那收到消息的太空男 就指明要女主角帮他重新验算 除非他说没问题 否则不愿意上太空 老大男一听 便立刻找来女主角让他做确认 都没问题了 再回报给太空男 当一切都搞定后 火箭就顺利出发飞向太空 太空舱也成功进入地球轨道 绕行地球三圈 然后平安降落在女主角计算出来的位置上 最后 太空男回到地面 受到广大民众欢迎 这次的行动也扭转了 主角国在太空竞赛中的劣势 赢过了敌人国 而工程女也顺利毕业拿到学位 成为主角国里第一位 非裔女性工程师 一生都努力的为有色人种权益奋斗 主角女则成为太空总署里 第一位精通电脑程式语言的 非裔主管 至于女主角嘛 她努力替更多太空计划 贡献心力 像是阿姆斯撞登月 火星探测任务等等 太空总署还见了一栋 用她名字命名的大楼 感谢她呢 那电影里 主角们能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并不是因为运气 是他们长久以来坚持不懈的争取 真的是非常励志 你也可以去看看 看完后我就在想 一个人的价值 不应该由外表决定 而是由他的行为来决定 所以不要以貌取人 要先思考了解事情的本质才行 如果你真的要歧视人的话 就歧视那些白目吧 像是说自己喝醉打扰人之类的咯 这个黄色运气 那么多